大家好,歡迎來到逢星期五的廣萬鬧借邦 收聽方法也是那些,就是在我們的網站 acrubridge.org 收聽 重溫也可以在那裡看,但也可以在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收聽 上YouTube Channel 也要看,也可以這樣聽 但在我們的網站就一定是只聽 我們的Gate of the Week 也希望大家可以投票 因為Mark時間真的很辛苦,除非大家覺得很無所謂 不如留個言,跟我說不要搞了,整集都這麼好笑 不要搞這麼多事情,你跟我們說,我們就不做 做了我也想給大家一點反應 如果沒有反應的話,就很慘 你做了,但有人說沒有反應 真的會比那三個初中生 那三個初中生是很興奮的,因為大家互相有反應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給予一些反應 拍完片後,讓同學有學校就知道 大家沒有反應後,我們真的忘記你欠369 他們付出了很沉重的代價,是製作色情侯 現在只是保護令,製作兒童色情侯 然後有個中學生跟法官說,我老公比你大 所以希望大家給予一些反應,去我們的Patreon 也好投票也好,希望到時再給予一些 做多些事給大家,如果大家有多些反應 今天,美國Patreon的Season 2第三集 Joker也出了 好,這集真的是 又是做多了事情 因為是越來越多的時間 但我們是在最後一段時間才做的 上Youtube看,因為我們加了一些圖 希望可以透過加了一些圖 令大家對於我們當時所說的 會再投入一點,或者認識深入一點 這樣大家多多支持一下 今天有本土推介 本土推介 本土推介今天有兩個推介 第一個推介就是Q版特工的漫畫版 Q版特工大家下司局都會看到 但原來出了漫畫版大家不知道 這是《風林文化》出的 它是一期完的故事 所以不用擔心沒有下期看 不會擔心好像我們會講的題目 出了上期之後很久都沒有下期看 原著就是梁科興 另外一編繪就叫華小耳 應該是網名來的 是,是網名來的 其實華小耳都很熟悉 很熟悉的 還有之前有畫過《Person and Dragon》 跟別人在節目上也有提過一下他 其實大家都應該知道他是誰 但不能直說 雖然大家都知道 但不能直說 畫風是偏向日系 但其實他應該是香港朋友 是,是很明顯是香港人 但都OK 我還沒詳細看 但我拉過畫面全部 背景都OK 但我留意到 也不是這本書 我留意到 例如一手一腳 例如自己這樣畫的 很多時候他會用一些 拍了相片之後再撿的 有些大的背景 但我覺得 我又不是太過厭惡這件事 因為有時候你撿得漂亮 或者有些景 他都是細細細畫的 只有幾幅大景 拍了相片之後再描出來 或者用一些畫面 然後再描出來做背景 我其實覺得可以接受到 尤其是現在的情況就是 很多時候 整本書都是一個人 一手一腳做 副作者一手一腳做 我覺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都OK漂亮的 Q特這個故事 或者應該這麼說 Q特這本漫畫版 其實在七月書展就出了 其實他畫了很久 因為他是工餘時間畫的 他的心力是工餘時間用出來的 畫完這一本書 還有經過了幾次的修改 主角都花了些時間去調整到現在的畫風 他用了很多心思 所以如果大家本身對 就是他用來做的事 他用來做的事 所以他用來做的事 因為他用來做一些輕量的解為成份 如果講了的話 就會劇透了 所以大家有興趣看的話 買本是58元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內民120頁 141歲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真的不同的 好東西來的 只要你的項目都知道是好東西 如果大家覺得真的沒有興趣 那你就去打鼠釘吧 如果你有一點興趣 不妨支持一下自己的土豹 其實之前我都說過 何志文出了那本《職業夢想家》 那天我拿著一本書 送給一個侄子 他五歲 他都看得明白 我之前說有些怕是比較成人 他未必明白 年紀大一點 但我覺得這本 小學至中學都可以有 如果本身都有支持開廣漫的 就買一本 送給一些侄子 敲一下旁邊的門 看看有沒有一些小孩子 看看有沒有一些羅里 就是這樣 這些我認為是正態 羅里很吸引 另外 我剛剛想說什麼 我忘記了 因為梁科慶本身是圖書館館長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也是博覽群書 今期這個故事裡 也有講一些香港典故 所以其實他的本書 我尚且將他定義為 叫做《教育於娛樂》 也有些東西可以在書裡再知道 他這次是講東涌 所以大家有興趣幫我們看看 除了這一本 還有另一本 就是《閃亮大陸的閃亮的Victoria》 這是《同仁組織》的書 這個《同仁組織》 叫做《閃亮大陸》 《閃亮大陸》 我上網看 每年都會出一本 以《閃亮》為題的書 我們這裡有齊的 是嗎 我們有齊的 這次叫《閃亮維多利亞》 很多時候有本土美 或者香港的特色 有幾個故事我都蠻喜歡 尤其是他臨尾說 我們說回那個副館長 即是那個副館長 或者不知道什麼的書 叫《伊利沙伯》 還有頭一個故事 都講過裁縫 比較頭的故事講過裁縫 我看過都蠻喜歡的 也推介一下 但好像是市面上是買不到的吧 他之前就在CW 還是忘記了是哪一個 《同仁組織》會 在CP02買的 我印象之中就好像現在沒有公開拍拾 他上一次那本是《閃亮遊樂園》 就是十周年紀念集 那次我就買了 那次就在街上有得買 這本我之前 《閃亮地位》都來過 我在書宿其實是見過的 我不知道是否有幾間書宿 可能是朋友寄賣還是怎樣 但我在書宿見過 這班朋友其實的技術很高 所以即使看畫都不會令你失望 當然你說是否適合你的口味 當然不確定 因為每個人的口味不一樣 但他們本身的技術很高 因為大家的年資都很深厚 所以這本好像是98 大家有興趣 不妨找一下書宿像 好嗎 sorry 88 如果想看少許 我們會把照片放上網 大家支持一下本土創作 我待會找回閃亮文化的連結 都會放上我們討論村 記得上我們的討論村去看看 接著講完這本 兩本土豹東西 我們繼續講土豹東西 Tim 教給你把高登文學演繹出來 不是 先講短這本 有花生東西 對呀有花生東西 什麼花生東西 對呀 萬道battle 又汗 上來拗水吹的Sunny 是因為他扯了期待 又沒有人幫他含鬧 所以就是 沒有人幫你含鬧 即是有人幫你含鬧 沒有人幫你含鬧 什麼叫沒有人幫你 整件事都沒有 整件事都沒有 純粹是看完本書 有些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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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因為我那天看 他上個星期就脫了期 那天走過星期三 好像走過暴灘見到 買了 然後在車上看 然後看第一件 第二件故事 已經看到我無端有一隻簡體字 這麼敏感 本身一隻都算了 當然我比較敏感 然後看到第二個故事 就是他幫那部電影蝶蝶蝶蝶蝶 有個漫畫版 就說分享下兩回 今集是上回 今集是上回 沒有路看 他說他們要搭LIP的時候 他的字是寫著 那部LIP LIP LIP就很舊 我看著你整個懶東西 在那裡 LIP 很舊 然後看完那個故事之後 我看著真的不行 他想說LIP 但是那個LIP LIP 那LIP當然是狗 所以他沒有錯 那就是你 那就是你錯 但我好像在用一部來 LIP 你看看你有多大的 LIP是沒有S 不知道是上唇還是下唇狗 上唇狗還是下唇狗 這些要問那個麥玲玲 什麼上唇很重症 哈哈哈哈 怕唇口送聲 對 然後看完這兩個之後 我突然沒有動力 放上去不看著 你有沒有動力也沒有所謂 都說休憨 然後回到家 就看到動向Facebook人 貼了下期休憨 我沒有看 我真的一百年沒看 就休憨 你支持就是沒有了你的支持 所以休憨 我買了一本才沒看 然後再看到原來週一 做了禁期就不做了 不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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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應該是下年年頭 再重新出發 下年年頭好像沒有公開說 好像沒有說過 好像是在白水 還是謝辛龍兒的Facebook 我記得應該是 他說會再重新出發 但是下年年頭很大陸 剛剛好像開了新章 不只是開新章那麼簡單 是開新故事 是新年載 為什麼我會生氣 就是上一期 就有個新的女次靈異故事 就說女生突然看到班房裡面 有隻鬼在那裡 那個靈異故事 上集叫兵之講兵之 有第一話 他那個叫序障 他有序障 哪一個故事 今期第一個故事 捲頭第一個 彩色那個 蝶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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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 我們暫時休翰 兩個月後再看 你說下年年頭再出 他因為是和電影一起 叫做漫畫有套電影照 那你下年的時候已經是出點了 對 上集是谷套電影 下集是谷套電影 是這樣的 萬度的 真的令人期待 因為他還有一些故事還沒說完 忍一忍 他全部故事還沒說完 有故事還沒說完 等你捲一捲幾個月 到時候你就發射 到時候一出就發射 要捲幾個月 你賣戲很厲害 對 一定很享受 那天晚上回去就在想 其實本萬度的戰鬥是十四期 我記得白水說自己十五期也沒出過 十五期白水就一到十五期 故事當然還沒完 本身預算是八十至一百回 現在約四十回左右 那時候一開始第三期已經完結 就是爆裂戰隊 因為他不是由頭開始連載 然後香港關機又是四期貨仔就完結 三期還是四期貨仔就完結 接著 東東 魔王暖民 沒有進展過 沒有進展過 他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其實我好像被你困了很多錢 借心就 他由頭開始連載過 雖然他有若干修改 但是 變成頭那十年 其實都是舊稿 對於行的劇情又不是很多 不算太多 現在還在走 今期還在走 正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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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想想一下 追逐 蕭新宇那個 但是 鄭心的說法就是 為了這一次的 我不知道是停刊還是休刊 他的描述就是 跑 就是為了逃避 停下來 才是因為戰鬥開始 真的 鬥得很漂亮 真是 這就是靚鬥王 剛剛看到一個新的朋友的Status Update Jack 即是野狼與瑪莉的監製 籌備多時的手機APP 漫畫家即將上架 牛佬的新作 《血崩女》 就會準備好 另外 《司徒劍橋》 《馬遜》 《雪晴》 《原家寶》 《小說家藍骨子》 都陸陸陸續續加盟會推出新作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希望打開這個網絡漫畫的全新局面 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www.manhuajia.hk 即是漫畫之下 其實是過語拼音 的網頁 看看究竟有沒有什麼 適合你們看 這就是一些 剛剛看到的情報 但我現在準備安裝的時候 我是根據Jack的連結 開進去 然後他彈了一個訊息給我 就是這種類型的檔案 可能會損害你的裝置 你要保來貓哈喳 1-0.apk 那一定會出的 一定會出的 一定會出的 因為如果他弄點我的話 那他也很糟糕 因為很多人如果下載了他 他還未打開全新局面 他才需要收拾這個局面 是不是推介花生其他 其他關卡傳播港元 我們可以交給他 還有大盜 大盜有什麼可以說 大盜那個應該是未能說的 神奇Marketing 不過大盜剛剛今期就完了 那個月戰議 沒錯 月戰議完了 即是我們都履行我們的樂言 如果有聽眾想上來 我們是會四期還給他 我叫羅紀禮上來 看看羅紀禮有沒有興趣 再說回這四期的月戰 我買足四期的 其實不太差 不過稍後再說 如果有時間 大約是這樣 OK 好悶啊 剛才阿智真是悶悶不樂 不讓他說火霧 就好像SUNNY知道邱漢那種 你們互含吧 互含出火就行 互含出火就行 這麼糟糕 你有時起去 等到出火 沒有時起 剛才你說硬了 今期是個書名叫鍾哥的遺言 但是呢 其實整期阿鍾哥的遺言都說不完 他哪有說過遺言 說過我字 他的遺言是 是阿鍾哥看完的遺言 你為何會這樣說 約翁就是這樣 說八大將被暴力王 都打死了 在這個時候 一直躲起那輛車的神秘人 終於走下車 拿了電話 叫鍾哥說你的遺言 他不打算救他 不打算救他 之後鏡頭一轉 就轉到醫院 應該是八大將的親屬 呼天搶地地叫 童哥和雷公進去看 看中的那一條詩 因為其他人聽說 都斬到智慧破碎 都變了肉塊 他們兩個旁白地寫 一看那一條詩 就扯了火 哇 暴力王的仆街 又如何砍那些兄弟 又如何找他報仇 這裏那裏 我看到這裏 我有種很古怪的感覺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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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覺得 因為我開始在這裏想 先不說你們 互劈的原因 現在你找了八個人 走去劈一個人 那個人還拖 即是在暗角打的那個人 那個人還拖 斬死那班人 這些叫做自衛 你怎可以怪那個人 斬死你那八個朋友 還有這樣想的就是 你們是黑社會 即是我在那七個人 所以八個人 你是黑社會 劈人有傷亡 都很平常 正如你做警察 走去跟漢匪搏火 你會死 是很合理的 然後我開始在想 因為 初初雷公和阿童哥 都寫了火 要劈死他 那樣 我看到這裏 我又想了 如果你們兩個 夠暴力王打 就不用叫八個外援你 而另一個問題就是 好 當暴力王真的搞夠你的場 然後你決定要找人來幫忙 八大將幫幫忙 搞正這條陰家產 然後這八個人 死了 是被暴力王斬死了 你是不是應該有丁點兒的內疚呢 他們八個是因為你而死 你是不是應該走出去跟家屬說 對不起阿嫂 如果不是我找八大將幫忙 不是我找阿忠幫忙 阿忠就不會死 你隨時都說他這樣 安慰家屬 然後那家屬 可能有一巴巴 把他還給我 就是老套一點 但是你是不是也應該 要說一句對不起呢 但是你沒有 你沒有跟別人說對不起 你是把你的憤怒 你自己的無能 你自己的內藥 千老中在暴力王身上 你這個傻子 堆倒了我八個朋友 那你跟袁國強有什麼分別呢 你跟袁國強沒有分別的 你只是找人出氣而已 你完全沒有想過自己的責任 然後就 那個野獸刑警 野獸刑警 也是啦 就把阿忠哥的遺言 警黑後結 就把阿忠哥的遺言 WhatsApp給他 彤哥還叫彤哥說 不要遺言 WhatsApp給他電話給他看 他給他電話給他看 他給他電話給他看 他給他電話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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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叫他不要遺言 他叫他不要遺言 那麼像維克谷花塵流出的來源 然後他看完之後 本來 這個世界上是沒有WhatsApp 傳出去 是必然不會被人看到的 要不然就不會有那段 口爆的東西看 即是不會有那三個基情捉衷生弟 有人叫他唱一首歌 基情歲月 2012年捉衷生弟 我跟萬記說 不要覺得沒有他分 然後讓他讀唱 現在才拍酒丹飛路線 然後彤哥就個人是come down 周圍跟人說 不要搞事 不要搞事 聽家屬意思 很好看 總之 現在唯一一件事就是搞好後事 一定要做得很好看 其他那些什麼覆卓 那些事情 不要搞 什麼都不要理 中間都是那些說暴力王 有多橫橫渴的兄弟 因為他這段 就是黑骨堂 聽了忠哥的遺言 再出回醫院才會有這樣的事情 他沒有說過遺言 那你就知道遺言是什麼 你便知道遺言 因為彤哥給了反應 他說 彤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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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殺自己的座管 其實野獸刑警給段遺言他看 是想勒索他 我就有證據了 你現在就買兇殺人 以後有什麼大單案就馬上準時交人 否則你倆花90個8月15日 都不夠維他菇花茶可以查 這兩個座管真的很差 中間都是說暴力王有多橫慢的 最後終於中國的遺言不好笑 他就要把影片放在電腦上 然後再給雷風看 雷風看完後就給了一個反應 還是沒有說過遺言給我們聽 結果中國的遺言那期完全沒有看過中國的遺言 中國的遺言就是你 他就是告訴你中國的遺言 是不是很徹底 那其實是否叫中國有遺言 沒所謂的 中國夢遺言 之前有一段要想起 唐哥和雷風發夢想起中國怎樣遺言 那一件叫夢遺 還有很搞笑的 我想起這件事 他說野獸刑警就說他曾想讓人知道有遺言 是因為他懷疑那個遺言是有人幫中國拍的 廢話 那是自拍嗎 那通常遺言都真的自拍 或是自己想起發的 對 對 很多遺言都是有人幫他拍的 那個要求 不是 你有通常知道自己是死了 就把鏡頭拍照 但是他被人扔到躺在那裡 你先照顧一下 你還好嗎? 你這個不行啊 先補補粉 先補個尾桃瘦瘦 你看到我這份遺言我應該死了 還有最好笑的是我假設他真的這樣想 但是如果你的選擇是正確的 就是真的有人幫鍾哥拍的 那他本人都知道他幫他拍了 那你不公佈有什麼用 如果這件事是假的 那你更加應該公佈他有遺言 其實不公佈沒有意思 因為如果你這樣猜 有另一個人是拿著那段遺言 你那段也是copy 證本是在某一個人的手機上 那有什麼關係呢? 發不發佈權力不是拿在你手上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也是透過發佈才能得到那段遺言 本來你想怎樣呢? 你是想引迫柏尾桃瘦出來 但是他拍得到柏尾桃瘦 就遇到被人知道他存在 難道他真的想令到抄襲 我只是想拍而已 我沒有叫你來 還有應該有一個很合理的懷疑 拍的人很可能是暴力王 他不是神角度 他不應該知道拍的人穿鞋 是和暴力王不一樣的 他那段是這麼說的 野獸刑警 即是其中一個 警方暫時未向外公佈 這段錄影是鍾哥臨死前拍的 唐哥也說 他傷成這樣做什麼 他也不是傻的 然後野獸刑警就說 這就是暫時不公開的理由 我們懷疑是有人開機的 所以還不知道是否在 暴力王拍片之前 我只是發給你一個人看 但是警方理論上 應該沒有這個權力 不關你的事 是家屬去決定 你要給家屬去決定 家屬去決定是否公開 就不是 屌你 喂 那些家屬在樓上 走廣裡哭呼喚呼喚 你叫雷公和唐哥 他有一段遺言 你看不看 你不要問他樓上 你是不是家屬在樓上 樓上的家屬還在吵著鬼 你這些什麼警察 這些就是警黑警察 這些黑警 這些黑警 也就是黑警 曾偉雄 托鷹 甚至是野獸 神經病 那整本書都是黑警 我不太明白 公開不公開的分別是哪 為何要這麼保密 這件事 因為沒有人知道 中國說了什麼 問題是遺言 如果真的跟他說 原來是你倆的混蛋 雷死我們 這樣當然是不公開 雖然是 師弟說得適合排四 沒有殺人 但也很麻煩 貓山王很麻煩 貓山王是可以搞到天翻地覆的 可能只怕貓山王 火舞哨喘黑骨湯 好 大致就是這樣 真是想不到一期的故事 竟然可以讓我們發揮了差不多五至十分鐘 果然厲害 反而另一邊火紅很悶 火紅年代黑骨湯那邊真是很悶 你不說他撿了八把刀 是啊 兵器熱潮是美國的 把八把青 然後用來製公先生 是啊 但是有什麼意思呢 不知道 那是挑人排四 其實這件事很好笑 無論怎樣也好 就算我當暴力王是智慧也好 你也是殺了八個人 你拿著 兇案現場的證物 在阿公山這個公眾場裡 展示出來 就認了自己殺了八個人 沒關係 現場是有嘔鬥的跡象 而且是有嘔鬥的跡象 但是你不知道他們的死因是來自哪些刀 但是那八把刀大家都知道有證人 那八個人是證人的 那你可以告他偷贏 你就不能告他謀殺或者誤殺 沒有證人 你沒有人知道八大將有沒有帶八把刀進去 即使有 都可能在期間拿走了 有人證實到八把刀 亦都可以是暴力王 那八把刀是戰馬如荒 對 因為那八把刀是戰馬如荒 他們就不是自殺 中後仁義德戰 那八把刀是自殺 沒錯你可以告他偷贏 他牠了排四個八把刀 因為沒有人知道他有沒有帶八把刀進去 正如暗角金暗 你也沒有暗就證明曾健超沒有還獸一樣 所以他有襲警 很大機會有襲警 我聽不懂那個節目說他 綁著一手都在 我聽不懂那個節目說他之前去了南美學金鐘罩 不是他去了南美但不知道他有沒有學金鐘罩 可能他學金鐘罩你不知道 我當然知道他不是學金鐘罩跳寶衣 要怎樣鎮傷他們一連少女出來出庭作證指證 當然是這樣的 還有曾健超應該是有 應該這麼說 暴力王是有曾健超八成功力 因為暴力王只是丟了八個人 曾健超打傷了十一個人 他不止 他打傷了十一個人之後 還會另外再阻礙五個警察 你明白嗎 很難的 Quicksilver 他同一時間處理幾個事情 比葉敏厲害 那當然 但問題是 葉敏說他要打十個人 他沒有說他只能打十個人 十幾個人過來他都還能打到 但問題是他沒有辦法 打到十一個人之外 還會另外阻礙四個人 很難 這應該是四股戰神 要不然之間做不到兩面 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你可以控告他 可以拘捕他 但是暴力王是不怕的 我現在有八把刀而已 不等於是我撻的 我最嚴重的可能到最後就被人告 接莊 民怒不就為 我現在插在這裏就是告訴你 這八把刀在這裏 麥歸原主 沒有他死之前 殺大仗死之前就送了八把刀給我 對 嘩 直接罪都沒有了 死無罪 死無罪 真的沒有辦法 就是這樣 可能他 忠哥的罪有違反 我送了一把刀給領王 然後他就問 為何你會不會說這些 明明是送一把刀給你仇人 死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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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從美國回來 對 對 這人從美國回來不關我講英文 中哥和孝哥 所以他不能講中文 中哥講英文 好厲害 第一次到這裡 稍後回來繼續 再說一些有趣 都是這麼多人的